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 美国西部地区的多起山火仍在持续蔓延 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县警方 31号发布消息称 山火导致当地一人死亡 丹佛附近近600户家庭被迫疏散 7月31号上午 丹佛的大火面积已经扩大一倍 并且完全没有得到控制 在加利福尼亚州帕克山火 已经发展成为加州历史上第五大山火 过火面积超过1500平方公里 截至目前 美国2024年已经发生了超过28000场山火